好 又到了山海氣象的時間了 那明天的天氣是如何呢 我們要來請教氣象主播老衛 老衛請說 是陰陰沉沉的 其中在北部 宜蘭跟花蓮 還有恆春半島都有降雨的現象發生 其中又以宜蘭的雨勢最為明顯 從凌晨0點開始 截至到5點之前的累積雨量 宜蘭的南澳 是累積接近到了140毫米 而這也是雨量排行榜上的第一名 目前雨還持續在下 而這些有下雨的地方 同時也因為東北風強的關係 溫度的感受上 是比其他地方涼冷很多 就以今天台灣本島平均地的 最低溫來看 是降到了這個15.6度 地點是在苗栗的3萬象一旦 我們也不排除等等的溫度 會繼續的往下掉 所以提醒您衣服 記得要多穿一些 至於明天的天氣 以及未來一周的天氣概況 等等我們就從衛星雲圖 一起來看看了 就圖上的天氣資訊 我們可以清楚看到 在我們附近的雲氣 算是滿多的水氣 也稍閒得多了很多 加上東北風的催鬆之下 今天北部跟迎風面地區 不僅感受是偏涼的 部分地區降雨的現象 也是不小 而明天持續受到 這樣的天氣系統的影響 今天有下雨的地方 到了明天還是會下 特別是在基隆北海岸 以及大台北的山區 以及宜蘭地區 預估會有大雨的發生機會 而在這些地區活動的民眾 外出的話就記得攜帶雨具 另外要特別提醒 您就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而且就目前的資料顯示 這種濕噠噠的天氣形態 預估會長達一個禮拜之久 所以剛剛被點出的地方的朋友們 就多加留意了 關心完了天氣上的變化 局溫度上的呈現又是如何 我們再從下一張的 地面天氣圖來看看 等等 從圖上可以清楚的看到 到了明天晚上的時候 北方的冷空氣會持續的向東移動 而且在這裡也要特別告訴你 這一波的位置 這個冷空氣的位置雖然偏北 但是它的這個樹值算是滿高的 強度也很強 所以涼冷的感覺會比較明顯 同時再加上我們附近的 等牙線的梯度算是滿密集的 東北風的強度更是強勁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溫度往往就不會太高 預估明天北部平地地區的最低溫 會降到18度左右 甚至會更低 而在我們高海拔的山區部落 預估還會有個位數的溫度呈現 注意部落裡頭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為您整理的《山海奇效》 平東的獅子牡丹跟滿洲最低溫 降到15度 高溫是來到了26度 台武來一根春節最低溫 降到14度 高溫是來到27度 等地本屋台跟馬甲最低溫 降到12度 高溫是來到27度 高雄的原鄉最低溫降到6度 地點是在桃園而高溫是來到了26度 嘉義達里山溫度是落在7到24度之間 多雲的天氣形態 南東的原鄉最低溫降到4度 地點是在仁愛而高溫是來到了26度 海中的河平溫度是落在7到25度之間 多雲的天氣 苗栗的原鄉地區最低溫降到13度 地點是在南庄跟泰安而高溫是來到了24度 新竹的原鄉最低溫降到8度 地點是在尖10而高溫是來到了25度 北部地區 烏來根復興最低溫11度 高溫來到22度 宜蘭的大同跟南澳最低溫11度 高溫是來到了22度 降雨機會非常的大 花蓮的部分新城花蓮是更近岸 最低溫18度 高溫是來到了24度 降雨機會最高 有7成 修林跟曼蓉 最低溫11度 高溫是來到了23度 收封跟封冰 最低溫16度 高溫是來到了23度 鳳林光富跟瑞穗 最低溫16度 高溫是只有22度 周西域跟富里 最低溫5度 高溫是來到了22度 台東海岸線的部分 最低溫降到17度 高溫是來到了24度 縱谷地區 最低溫降到7度 地點是在海關 而高溫是來到了24度 路野台東是跟北南 最低溫15度 高溫是來到了25度 南回地區 最低溫降到13度 地點是在金峰而高溫是來到了26度 楊美的澳洲人的蘭嶼 溫度是落在20到26度之間 外島的蓮江 金門跟澎湖 最低溫是4度 高溫是來到了24度 各位收看天氣 讓您出門不露氣 未來一週的天氣 因為在東北風持續催頌之下 溫度會明顯的下降 也因為水氣多的關係 明天到星期天之前 北部跟宜蘭的溫度 會顯得比較溼涼很多 而在中南部的地區 這些天氣則是維持穩定的一個狀態 降雨的機會不大 但是日夜間的溫差就會明顯的被拉開 同時要提醒全台各地的朋友們 就是目前早晚的溫度都是偏涼的 不管是在哪一個地區的朋友們 在這些時間點外出的話 衣服就記得多穿一點了 這就是今天晚上 到這個週日之前的氣象分析 祝福大家一切 順情平安